美国佛州遭受了怪物级飓风 密尔顿侵袭 千年一遇的降雨 还有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强风 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 还有100多栋的房屋被摧毁 现在仍然有将近300万户的家庭 以及企业大停电 目前虽然密尔顿已经出海 也减弱为热带风暴 不过造成了大面积的损害 短时间实在是难以复原的 加上这回飓风除了风暴潮 涌上了超过一两层楼高的巨浪 还引发了风切孝劲 也才会突然生成了 十多起的龙卷风 酿成了更复合性 更惨重的人民伤亡 吊臂砸向大楼 起重机被强风拦腰折断 怪物级飓风密尔顿 在美国佛州酿灾 许多民众担忧生命财产安全 事情能够改变 但生命不能够 所以这就是重要 这就是学习的学习 如果我们告诉人们 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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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必须要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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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们感谢 没有生命失败 尽管密尔顿威利 以减弱为热带性风暴 不过根据国家广播公司 新闻网报道 佛州东岸的皮尔斯堡 一处社区疑似因龙卷风灾情 通报至少两人丧生 渗路细菌则约有17起龙卷风 估计有100间房屋被毁 至于飓风为何会引发龙卷风 专家这样解释 根据CNN报道 密尔顿为佛州带来千年一遇的降雨量 时速160公里的强风 急剧破坏性 现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 消防人员在极大腿伸的洪水中 徒步搜救 根据电力追踪网站 佛州仍有近30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工程人员正在积极抢修中 大海新闻 吴贵甄编译